我们现在看的是日本这次不透过国际机场直接提供台湾疫苗 实施通信社最新报道说这是有意抗衡正在进行疫苗外交的中国大陆 而日本新闻网也报道由于日本希望在疫苗方面发挥领导力 像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昨天才在记者会上面说即使在疫苗领域 日本都希望可以确实发挥领导力 现在传出来日本下一波无偿提供疫苗对象很可能是越南 大方向是7月上旬无偿提供越南大约200万剂的AZ疫苗 另外由于6月下旬将要举行太平洋岛国高峰会 日本政府也在检讨未来对太平洋岛国提供疫苗 日本政府无偿紧急提供英国药厂阿斯特迪利康所生产的新冠疫苗给台湾 昨天到货数量大约124万剂 现在日本媒体报道的方向就是后续还会提供几次 而朝日新闻则说 日本政府虽然确定将取得一共大约1亿2000万剂的AZ疫苗 但是由于现在有报告指出AZ疫苗在接种后造成血栓 因此让日本是决定暂时不使用 才会让AZ疫苗被用来协助其他国家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主任瓦伦斯基 引用一份研究指出 青少年在3月还有4月确诊之后的住院率有所上升 有三分之一住进了家户病房 5%是需要氧气机来辅助呼吸的 研究人员认为青少年住院人数增加 还可能和变种病毒以及校园重开 还有人跟人的距离太近有关系 但是相对的65岁以上的美国确诊者住院率则趋于稳定 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年长者疫苗接种率比较高 因此美国上个月在批准辉瑞疫苗可以用在12岁以上青少年之后 现在瓦伦斯基持续呼吁家长尽快让美国青少年来接种疫苗 而法国的重症患者家户病房的住院数目呢 在4月下旬的时候还曾经达到601人 现在最新数据是一天减少106人 目前法国的家户病房只剩下2571人住院 创下今年新低 但是法国还是不敢松懈 欧洲事务副部长说 他们已经从旅游警戒橙色灯号的国家出发 发布说前往法国的这个民众呢 必须接种疫苗 而且持有病毒检测阴性报告才可以入境 6月9号开始生效 如果只有病毒检测阴性报告没有接种疫苗 也必须要证明自己是有必须入境法国的必要 比方说像是持有法律诉讼 或者是必须照护儿童 而被法国列入橙色警示名单的国家 目前包含了英国还有美国 美国纽约现在说终于回到昔日的荣景 在经过一年多的抗疫之后呢 第一次出现新冠临死亡 来看以下这则报道 纽约真的是回来了 曾经是美国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有过单日800人死亡的记录 但是在迅速施打疫苗之下 纽约5月底出现了首次单日死亡为零 也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哈利波特的旗舰店在3号与纽约盛大开幕 旗舰店总共有地下三成 占地约2万尺 分成15个环运电影场景的主题区 有阴面失声兽石像 以及凤凰佛克石像 并有全世界最齐全的哈利波特系列商品 替纽约大商圈注入新的活力 另外法国则是将在9号开放边境 并且公布了疫情地图 将所有国家分成红区 城区以及绿区 红区被认为疫情仍然十分严重 像印度 巴西等十余个国家 城区包括了美国 英国 以及世界多数国家 绿区则是欧盟 日本 南韩 澳洲等少数国家 然后依照不同的区有不一样的入境限制 绿区最为宽松 只要出事有打过疫苗就可以 城区是打过疫苗的 还要出示阴性的核酸检测 另外红区最为严格 如果非必要根本不建议入境法国 显然法国对于对外开放 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的是阿根廷 从二月中旬开始第二波感染潮 确诊率急速增加 最近平均单日新增确诊数是全球第三多 人均确诊率已经超过中南美洲最大疫区的巴西 阿根廷现在使用的是AZ 还有国药以及史普尼克5号疫苗 去年耶旦节前夕就开始施打到 现在施打了1300多万剂 大约有300万人完成了接种两剂 但是呢染疫死亡数还是持续增加 阿根廷卫生部也说 其实最先接种疫苗的60岁以上人口死亡率 已经开始出现下降 显示其实阿根廷的抗疫正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但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总统普丁说 他准备要开放外国人入境俄罗斯 施打新冠疫苗 也就是额制疫苗史普尼克5号 普丁说将下令官员尽快推动相关程序 来鼓励外国游客到俄罗斯疫苗观光 普丁同时也呼吁俄罗斯人赶快踊跃接种 俄罗斯的国产施普尼克5号呢 已经获得全世界66个国家批准使用 普丁说他自己也接种了 而且副作用很少 越南为了压制疫情 现在紧急批准了大陆国药集团疫苗的紧急授权 因为越南呢 现在正在面临印度变种病毒的入侵 造成越南本土疫情大爆发 因此他们正在加快脚步要进行谈判 采购疫苗 预计采购莫德纳疫苗500万剂 辉瑞3100万剂 以及俄罗斯的史普尼克5号2000万剂 再加上最新批准的大陆国药集团的疫苗 这个是越南第四款批准的疫苗 现在瑞士主管机关呢 除了宣布准许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施打辉瑞疫苗之外呢 路透社说瑞士也正在打算对国民发出类似疫苗护照的证明文件 主要就是要针对完成接种疫苗的人 还有核酸检测呈现阴性的人 或者是曾经染疫 但是已经康复的 发出可以证明的纸本或者是电子版的证明 目标是要让民众可以更自由的旅行 尤其是在欧洲地区 原本就是可以免签证通行的26个国家 以上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